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可真是压到了极点 是吧 好 我们完了之后 正好又有长步 又有蓝蛮 对着这个借甘霖猛打 那其他的中类应该看明白了 好 我们这个金蝉脱窖舞流水的气 如果气了的话 回头外可以多存一牌 可能是因为有鲁大师的存在 我们没有这么搞 好 这个跟着我们一起打反贼的 就是二号位的魏延忠诚了 是吧 这样的这个非常的爽 运气非常的爽 甘霖在三号位一个暗中或者是暗主 五载二号位 是吧 直接被我们这个民众带节奏 打出了先手优势 好 鲁大师跳了反 就开了一个栏盘 咱们杀反正做得不了 无所谓 好 伍贵妍应该是也有杀的 第一轮他耗识了没得换 但是又包养的黄武松还是有点厉害的 他可以出完牌之后 他再来拼点 是吧 不像那个国战的纪灵 非要在出牌阶段开始的时候拼 好 我们最后一个金蝉脱窖 我发现没有把他用嘴 反而还爽到了 是吧 一般情况下你手上一堆牌 只有一个金蝉脱窖的话 是很难发挥这种的 但是我们运气相当的好 都搞出去了 好 曹昂也跳了一个凡 看看这个成功跟曹仁 就应该是忠或者主或者忠或者内 好 曹昂这一个大溃威 我们直接有洞察 可以把这个露书给扒掉 是吧 我们这洞察忠诚是肯定能够回合类行动的 好 我们已经没法出牌了 因为血太少了 只能出了牌 到了哑望的摸牌术 就不能再搞了 好 这个露书把鲁术给乐到 这场上是没有无险可击的 大家看见这是新版本无险可击 已经被金蝉脱窖给替换掉了 我们只要 场上没有判官 就不要紧 乐肯定不会添过的 好 我们的黄浮松去生怒息息 曹昂这个曹人为什么要打无险可击 这有点有点奇怪 反正之间要自己玩李忠诚 激动个圣 激动个杀 我们看这时候成功给了鲁书牌 这就已经跳泪了 成功泪还是比较少见的 鲁书表示仙之宝不出杀 好 我们洞察 把这个行动工给扒掉 我们刚才是可以发动这个训致的 我们没有发动 哎呀 这个九杀居然杀中了 鲁书还是有点悲剧的 好 我们手牌搞到零 鲁书肯定是不能耗失的 好 卫言一杀 可以吸血 如果没有被救火 哇 直接死了 这把还是挺爽的 这个卫言相当的霸气 是吧 血已经吸满了 好 那我们希望卫言是主 这要是曹人是主的话 还是有点够呛的 我们可是没有那个什么省身的 好 这时候这个曹人 把我们跟曹人给连起来了 这个成功继续在杀忠诚 可以理解 好 这个鲁书 砰砰砰 开始吐 哎呀 可惜 吐了一下 气了这么多牌 曹人还是非常的危险 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们发现这个洞察想扒牌 都没得扒了 洞察是扒厂上的牌 厂上的牌 厂上的牌只包括判定区跟装备区 比如这个驱动运营刀和这个家里马 我们是可以扒的 除此之外 守牌区是不属于厂上的 哎呀 现在我们的卫言已经快扛不住了 这成功打得有点变态 这能把两个卫言跟曹人一起压成一选 我们是没有舍身的 这样主攻死了的话 你还混个屁 是吧 好 因为曹王是个保镖 卫言即使不能吸血 要先打曹王 大家发现没有 曹王好像离现了 这样我们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了 是吧 毕竟少了一个敌人 好 成功 在曹王离现之后 杀我们的两个曹人跟卫言杀的更卖力了 是吧 他也不怕就误伤了主攻 感觉有点诡异 好 曹王现在已经活了 我们先选择8加一把 先选择8武器 我们选择了一个训制 增加自己手牌的上限 是吧 这样可以多存着牌 我们还有最后一次出牌 杀了曹人一刀 死了没有 成功叫了 可惜是吧 但是我们因为发动了训制 不用弃牌了 直接过 好 铁锁连环按这个崩 就一个杀 曹王死了没 这死了的话 卫言也吸不了血 哦 原来如此 原来曹王是内戒 成功是反贼 哎呀 我是说成功怎么把这个卫言跟 曹人都往医学打 都往死里打 是吧 这卫言也表示一个全程 跳反的泪 他现在我们依然没有赢 还是比较危险 还好这个洞 我们有洞察 他乐会是不可能的 是吧 发现这个洞察的作用 还是很大的 但是没有无限可击的场 你这个洞察 保证自己不为乐 还是相当的难得 好 成功也不废话了 直接摇起了白雷裤 再次说过 这是bug 这个录像的bug 还没有修复 我没法看曹人手上的流牌 刚才曹人是主公 这个魏言是忠诚 是吧 这回展示了洞察 这个技能的强大 那我们有的 有洞察 可以随时扒掉 这个岩石锦囊 因为这是没有无限可击的场子 所以洞察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洞察的麻烦 就在于主公会 一不小心 主公会惨死 这是比较尴尬的 是吧 毕竟肝脏没有一 两头田 有德就有失 好 我们这回是一个内奸 还是中胆硬结模式 刚才那个内奸全程跳凡 我们不明 所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但我们这个内奸肯定是会好好玩的 主公是春哥 春哥是旅营 旅营 所以即使是三学 他也是有舍身 没有洞察的 这是有点bug 我们知道春哥是真汉子 好 周太一上来 把自己跟真汉子捆绑起来 要看看哪个人才是真正的汉子 是吧 有点屌 应该跳了个凡 大桥 借大桥 在没有无限可击的场 还是很屌的 那是屌的一大糊涂 当然如果他老是天判红桃 也是没有办法的 好 这个王毅也跳了一个反 王毅跳反 杀周太 周太为什么要散呢 难道周太的身份不明 然后这个王毅继续捆绑 这个厂商也有点 有点诡异 是吧 看看后面的剧情如何发展 这个刘备往下打 没有打王毅 也应该是跳的反吧 这四 前面四连反就出来了 好 这个心裁来了 开始杀刘备 冰的一下 我去 这个七星宝刀 伤敌又伤己 这完全是七伤权 他杀刘备 刘备掉两血 传着他身上也是两血 还有他有桃子 好 干凌应该是中 应该是就这个样子了 好 我们这上来 这一决斗 搞周太 再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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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技 继续胡笑 哎呀 一定要让我们杀中 好 这杀中了 我们就造成了 三点伤害 就可以觉醒了 是吧 因为我们如果后面不杀中的话 差一点伤害 觉醒不了 还是有点尴尬的 关一瓶一定要迅速觉醒 觉醒之后 你才能屌 是吧 现在我们已经很屌了 好 这个周太火攻 春哥死不死得了 死了也没关系 反正春哥只是一个钟而已 好 呦 这个七甲夜兵把我们的武器都扒了 好 顺便说一下 七甲夜兵已经修改了 把bug修复了 以前的七甲夜兵用了 可以等于没用 如果我们只有一种装备的话 可以啥都不弃 现在已经修改了 七甲夜兵你只有一种装备 你也得弃 是吧 好 这个借甘宁不厚道呀 不厚道呀 你氛威 你不保 不让我们扫掉一点血 是吧 你只保护这个星产 跟这个自己 是吧 真实 还有这个春哥 不厚道 不过也好 他甘宁可能想是让我们掉了血 我们可以更犀利 哎 这样情况有变 这刘备是个忠诚的 我这个去 这样的话 星产也是个反贼 这个有点诡异 星产本来应该 不对他是反贼为什么要杀鸡大侨呢 这这这 总之一个一个诡异 整一个诡异要得 我们看看原来甘宁是反贼 他怪不得他不保护我们 但是他刚才奉威 为什么要保护张一彩呢 这这可能我们刚才奉威太快 没有看清楚 刚刚天转了一圈过来 甘宁是反 刘备是中 是吧 我们现在已经被打成一血了 千万不能死 这不死的话 咱可以一喷三 一气三 是吧 来 取你手机 即仙富之灵 蹦蹦蹦 等一下周太 第四个不屈 死不了 大乔 秋淘死了没 死了的话 我们好收牌 看看 呦是个九了 王爷也死不了 这是悲剧 火攻一下子很难命中的 只有一张牌 但我们火攻又留不住 好 我们过个拆桥 把这个民中春歌的乐 给拆了 打的是相当的 相当的中 是吧 跟上一次那个 直接跳死反的类 咱不一样 好 春歌 这开一个万剑 王爷死了 还是没死 死了 还是没死 春歌都不收 三张牌 他有桃了 就可以拆春歌一张 但你拆也是白拆 是吧 当然王爷觉得不拆 白不拆 拆了也白拆 好 这个我们又从周太那里 深冬击西 拐了一个伞 起了作用 这个草木皆兵 兵的是王爷 那这样的话 王爷少摸一张 大乔跟刘备 可以多摸一张 那还是有收益的 如果深冬击西 说错了 这个草木皆兵 如果兵的是大乔 周一就没有 反而会 让反对方多摸一张牌 是吧 因为周太跟王爷 都会收益 好 这个乐不思索 把心裁给乐住了 大乔 估计再乐一个刘备 有没有方便 大乔是对着春歌乐 不乐前卫 是吧 哎呦 这是要收王爷的节奏 但是借干丁不让收 表示我还有 哥还有一个桃 是吧 好 我们幸亏 周太这里 给我们的深冬击西的牌 都是好货 一闪一杀 都起到作用了 周太的桃子也耗出去了 是吧 好了 反对方的桃子也都差不多了吧 这这已经有三个一选的了 王爷一个秘枝 摸了两牌 给了借干丁 刘备动一动 包养一下 这一个决斗 厉害 大乔死了没 死了没 显示离线 估计是死了 这个干丁也表示赶紧死 这个周太表示不烂 因为刘备收了牌 还是比较危险的 他都可以把牌 最大化的利用起来 是吧 心裁也要完蛋了 我们作为一个内奸 现在场是全场残血 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坏处的 但是麻烦就在于 我们自己也是个残血 好在我们打得比较重 春哥认识要力保我们 因为春哥是必须保的 因为他不能确定 我们到底是这个累 还是足 是吧 好 这个血迹去了 先把张一才给搞死 周太已经五个不屈 我去这个六个不屈 就是不死 大乔死了没 这反对的袍子 应该被我们炸的差不多了吧 大乔死了 王毅也死了 是吧 你们桃子互相扶持 不想让队友死 我就让你们一起死 是吧 好 这个弃家夜兵 我们已经露出凶恶的牙齿来了 现在已经没必要再装了 这一个决斗 戴飞这个戒甘霖进入祖宗 这个刘备就是祖了 他虽然没有显示出来 因为春哥还有果子 好 大家看见没有 我们直接杀刘备 因为春哥比较难对付 人家又有八卦了 又有这个伤势 是吧 所以咱就不杀这个春哥了 直接杀刘备就完了 因为春哥是死个身 杀刘备就是杀春哥 所以说这个舍身 很多人说这个模式坑内 反正我是没有看出来 我们反正像这种情况下 如果像以前 这个祖宫医学 那个忠诚 像春哥这样的医学 带八卦 咱诸葛连弩还真不好吐 是吧 吐八卦 这个即使盼了黑 人家春哥还能伤势呢 但是在这种 这种忠胆阴模式 那一切就简单了 一个舍身忠 咱直接吐祖宫就行了 是吧 而祖宫吐了 吐死 这个春哥会带死 传说中36G的 这个礼带淘江 是吧 好 我们把这个刘备 乐了 乐周泰咱觉得没用 毕竟这家伙9个窗 真是厉害 手牌上也是9 但是咱是雪技 关一瓶强压血线 哎呀 这个周泰想偷祖 咱是没桃子的 希望祖宫回来 幸亏盼了一个八卦 祖宫没有完全放弃 是吧 毕竟他可以慢慢回血线 好 我们已经开始配合祖宫了 你激将 咱出杀 然后祖宫又给了周泰 两张牌 只要周泰没有9个桃 那就可以了 咱们反正 美狐和有红沙强压血线 哎呀 然后终于把周泰给突死了 这么多的步驱终于倒下了 那咱们单挑 问题就不大了 是吧 刘备很机智 用铁锁把我们连着 这样我们一雪技 自己也要掉血 那不要紧 那咱有桃子 要掉就一起掉 这刘备 把这个黑沙都给我们 他仗着他有八卦 你有八卦 你就厉害 咱们这红的还舍不得用 你看这次不用 刚才不用 这次用就是头疼了 是吧 好 不要紧了 反正咱杀已经够多了 再来一个杀 就死了 这把我们观音频 作为内奸逼忠诚舍身 再体现出了 在忠胆阴结模式情况下 忠诚的技能是舍身的话 咱内奸可以 是不用惧怕 祖残忠肥的 是吧 祖残忠肥 咱直接把祖杀了 那个肥肥的忠也就挂了 好 再次是忠胆阴结模式 我们这个主攻是五号位 不是一号位 是吧 真正的忠诚是这个洞察 崔岩 那我们选 崔尼 这个忠诚是洞察 他的优点 第一局 大家已经看到了 缺点就是主攻 会比较危险 咱们批公子只有三血 是个主攻 是吧 这三血掉了 也就死了 好 这个崔岩很幸运 左右两面都是三血匠 他可以发动一下 这个 这个训致 给手牌上线 加二 同时又那个 哑望 可以多摸点牌 然后那个 牌子很爽 满血满牌 还可以多存两张 这个蓝弩怒心 咱不能随便 随便亮出来 这样 随便暴露的话 容易被乱刀 砍死 这二号位的反正 很犀利 但他这个乐 是对主攻 造成不了威胁的 好 这时候 这个徐胜 挑了一个 忠诚 杀了一下 这个小关张 这个盲区的 有点犀利 好 这个小关张表示 咱真是烦 你杀我 咱就杀你 好 我们这个动一下 就杀小关张吧 或者杀马术 也可以 毕竟这有铁锁 让赵云 也跟着是掉血 好 看这个徐玉来了 徐玉这一个杀 也跳了一个反 好 那看这个 虞帆跟赵云 就一中一反了 看情况的话 虞帆跳中 给这个徐胜不排 赵云就是反贼了 这样的话 他有没有诸葛连鲁 突啊突啊 有 决定先搞虞帆 那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这是民中模式 他先搞这个暗的 虞帆 万一搞成一个主攻呢 那我们知道 怎么可能 咦 这个缺炎很神奇 他居然不弃自己的乐 他可能觉得不想行动 是吧 直接再次一个训制 手牌上线已经加四了 他弃掉了 徐玉的这个武器 好 希望他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咱们不管那么多 好 徐胜再次捆绑 play 赵云跟马树 咱们的 朱雀一扇可以发挥了 但是他被神龙击西了 悲剧 好 小官长再次 拜拜 咱们一个草木皆兵 草木皆兵可以兵徐玉 这徐玉如果中的话 我们跟于帆 各多一张牌 是吧 好 他少摸一张 我们跟于帆各摸一张 非常的爽 这个沙徐玉现在没有驱火对象 场上的最高血量 就是三血 待会吹眼是有 一二三四四五 五个三血匠 如果他的血量不变化的话 有五个三血匠 他是可以摸五张牌的 弃甲夜兵 弃一个藤甲 不弃扇子 好 这一个五牌 他又 他没法熏制了 是一个哑望五牌 直接打赵云 为什么不打马树 他这么确定 他肯定是排序有问题的 他声中吸气应该先用 然后再杀赵云 肯定是手抖了 咱的成虎 咱的长度 没有了 这个马树可恶 把我们男人的长度下了 来打我们的于帆 于帆倒了没 咱就一个 虽然我们知道于帆不是主攻 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蓝银 负责任的屁公子 还是要帮一下的 能帮则帮 这徐胜都没出过什么杀 感觉非常的郁闷 咱们救于帆 反而带来了麻烦 给小关章发飙了 这下子有点危险了 这小关章这一发飙不得了 他可以方天三杀的 他选择只有两杀 他没有额外指令春眼或者徐胜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手抖了 不管那么多 于帆还是没死 咱逃产挺多 小关章看来我们即使不救 另外也有人会救 不会改变这个结果 小关章拼命的咆哮啊 这一杀又是个翠眼 还有最后一个方天三杀 又给杀徐兵补了四张牌 感觉我们要玩的节奏 好在咱们是副嘲讽 虽然只有三血 咱们副嘲讽还是在这摆着在 既然是副嘲讽 小关章杀遍全场 就是不杀我们 是吧 杀这个翠眼 那如果翠眼死了 咱重了主攻录出来了 估计就要杀我们了 好 这个九杀 翠眼估计挂了 这有点神仙难救的意思 那咱们一个刑伤 把诸葛连鲁刑伤过来了 这个诸葛连鲁将成为我们制胜的关键 哎呀 这小关章 这个徐胜死了呗 徐胜就应该是内奸了 哎呀 一个金蝉脱鞘 摸了两张牌 好了 这样的话 小关章最后一杀 看看徐胜死了呗 哎呦 死了 这样牌被我们刑伤了 不要紧 咱有诸葛连鲁 这一个九杀 徐兵的伞估计已经耗的差不多了 是吧 啪了一下子 哎呀 再一个火杀 赵云死 小关章也掉成衣血 咱们再把蓝蛮路青一甩回去 小关章也挂了 这蓝蛮路青 等一下 小关章也完蛋了 是吧 咱们一下子就把场子给翻过来了 马参军肯定是完了 咱们这么多杀 咱们还装了几些装备 哎呦 还不一定啊 这家伙还会金蝉脱鞘 差一点 还好 他金蝉脱鞘的两张牌 三九桃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 好 咱们再来看最后一局 还是中胆阴结模式下的主攻 中民中依然是炊眼 看这一局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呢 好 看我们选一个 还是选的一个脆皮 然后个人觉得主攻没有舍身的情况下 你选中民中不是舍身 不是舍身中的时候 这个主攻选这样的脆皮风险是相当的大 这个戒关羽应该是反贼了 应该是被炊眼看见的反贼了 否则不会这么淡疼拼命的对他搞 好 看这个曹瑞会怎么动 好 我们依然跟上把一样 上把我们潮批虽然是三血 但好歹是个夫嘲讽 是吧 看小关章拼命咆哮就是不动 咱潮批 结果咱潮批就是主攻 靠着刑伤 诸葛连弩翻盘了 然后这把咱是王鸡 那王鸡可没有任何的防御剂 如果跳出来了 反贼有条件的话 这肯定是会激活你的 看看其他的忠神 会不会给我们拉点嘲讽了 好 这个诸葛蛋 这个剑马超跳出来了 不连师反贼 情况应该是这样 那目前看来的话诸葛蛋的位置最危险 他虽然是个后期武将 但他位置危险 别人可能会先打他 我们的位置还是比较安全的 只有不连师在我们旁边 是吧 而且不连师不一定会优先打我们 这个崔岩的位置是最危险 几乎是近视孤月星 可能没有可能崔岩会被优先进攻 好 这个崔岩不打接关羽 决定打不连师 激发这个追忆 这把感觉反着的阵容还是可得呀 还是很强大 好 这个关于异决了 剑马超这一杀呀 两个人都跟着掉血 咱是祖宫啊 暂时不用担心 然后这个祖宫被搞死 好 崔岳包养张和 那张和肯定是偷得极其的潇洒啊 估计是直接出牌了 这一杀还有一杀 咱逃着救一下吧 反正有两个逃 不救白不救 不救的话也有可能 也有被张和偷的嫌疑 好 这时候诸葛蛋没办法 只能搞张和 受限于男人长度 明知道张和在朝越的帮忙下 这个手牌比较肥 但也是无可奈何 把操干脆选择搞不敛师 是吧 好 我们连起来啊 就划了一个雷沙 还继续声东击西 打反正凉雪 还是可以的啊 挂上剪一码 可惜 骑士的差不多了 这里强开一个五股风灯 抢一个火攻 为了再骑士一下 咱们丧心并黄 说话说 妨碍我骑士禁区的都得死 是吧 好 咱们在一个禁区 摩二七一 留一个过河拆桥 在手上很有可能被撸走啊 这反正方的小偷 还是很多的是吧 还好 没撸到我们的过河拆桥 撸了我们的杀 但这个杀也是有用的 这个曹瑞可以包养张和 让张和连杀两次 崔岩发动了一次 这个训致 手牌上线加二 两血纯四牌 这个草木皆兵 贴到了诸葛丹 吃上拼点没拼赢 曹瑞估计直接包养 哎呦 他还挂出了长度呀 那看来马超要玩呢 我们是没有桃子了 诸葛丹居然有桃子 但是曹瑞在包养张和的情况下 估计还是会来一杀的 马超手上是名牌啊 张和就不偷了 是吧 直接砍一杀 不死还有一杀 是吧 是一个桃再杀 哎 这个过河拆桥 这时候才过河拆桥 可能觉得刚才三张牌拆桃子的几率比较小 是两张牌的时候 再拆 好 马超倒下了 是一个这个忠诚 那诸葛丹就是内奸了 咱们被勒了 麻烦啊 这个勒是没有办法被无懈的 是吧 好 只能祈祷天过 哎呦 结果又没有天过 咱流了 气了一个黑桃子 咱们这个一篮留桃子 顶着两个小偷留桃子 结果布里斯果然黑桃传递员 把我们试下了一个黑桃 霸到曹瑞的时尚 好 推演这一个决斗 没有高死不然是搞得易血 我们人数上已经是劣势了 哎呀 这一个拼点咱彻底完了 居然还拼赢了 是吧 当然拼输了 关羽也够不着我们 毕竟长度不够呀 好 朝鲜一个推行之父 全部塞给张和 他自己有杀不出 让张和出两只杀吗 这个过河拆桥 这个杀 这个九杀 这个蛋 呦 闪掉了 还是不错的 又是一个乐不四祖 哎呀 这个头疼的 我们就指望神将将 这个连续骑士进去翻盘 结果连续两次贝勒 这让我们有啥办法 好 刚才不小心手欠 碰了一下 这个不该碰的地方 这个还好 现在我们回来了 咱们两次贝勒 这已经处于极端的历史中 这又摸了一个黑桃 咱们黑桃传递员不连尸 觉得果然又精确的 把黑桃传递给了朝瑞 这一个杀 诸葛丹又掉一滴血 感觉下一个死的 不是诸葛丹 就是吹眼了 我们作为主攻 还是比较稳 目前来说 没有人把我们作为击红标 主要是归功于我们的位置 实在是太好 好 关于这一杀 吹眼为什么没用八卦杖 他怕张和偷 张和这个意思 要偷只能偷我们这一张牌 他也懒得偷了 实际上你就 判八卦之上 让他偷利 他可能觉得我们手上 可能是好牌 保了我们这一张铁锁 是吧 好 这个神龙击西 诸葛丹已经快完了 铁锁连环 制衡一下 来了一个好东西 诸葛丹弩是好东西 几个九 八个杀利 八个寒冰剑 控制一下他的长度 在一个禁区摸两个盘 又准确的摸了一张黑桃 然后这回果然在四张牌里面 一张黑桃 又被曹瑞摸到了 布列师已经当了N次 黑桃传递员了 好 这个崔岩再次一个哑望 只摸了两张牌 一杀一铁锁 就不能再用牌了 当然他也没有更多的牌 可以用了 关于这一个拼点 几个杀 这个崔岩就要挂了 这一个九杀 神仙难救 神仙难救 出个蛋又可以涨一滴血 但是他这两血 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好 关于亮出了诸葛连鲁 亮出了凶器 但是没有长度 虽然他的凶器看得很吓人 他又有五胜 没有长度 终究是没有长度 是吧 但张合可以出两只杀 看他这个架势 出两个杀是肯定有的 我们只能靠 这个诸葛连鲁翻盘了 这诸葛连鲁和这个雷杀 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诸葛丹倒下了 张合还能再杀一次吗 他不杀了 这样还是身上的 哎呦 这不光是诸葛连鲁 但直接是这个 来了一个古灵刀 哎呀 这个实在是太犀利了 是吧 这个古灵刀下去 布林斯死了 但布林斯有追忆呀 他这个追忆在 想直接让反贼崩盘 还是不容易的 好 我们这有剪一码 直接就拆张合的手牌了 希望能够换到更多的杀 这个闪换闪 闪换闪 还好这个闪 打出了一点伤害 居然把张合火攻死了 好了 咱们直接来杀这个借关羽 毕竟曹瑞他的这个防御力 还是比较强的 咱们没杀开这个五谷风灯 找杀 好 这一个杀 看来关羽是杀不死了 既然杀不死 就得把他的诸葛连弩给吓了 他有诸葛连弩的话 我们日子是非常难过的 好 直接一个这个禁区 摸了这么多牌 然后又Q碰Q 没有拼输 是吧 非常的爽 哎呀 这下曹瑞待会八牌启动了 我们是不是扛得住呢 咱这个主攻是没有任何防御力的 好 这个神龙机器 咱们把腾夹给他 曹瑞又给了关羽一把牌 还有一个七宝刀 但是咱王姬的强大就在于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凶器 咱只要随便一弄 就可以把你的凶器给搞掉 好 咱这一个决斗 看能不能搞死曹瑞 哎呀 没搞死 还让他加到凉血 那不要紧 咱们这个再杀一下 那个神龙机器 搞关羽 再杀一下 我们的七宝刀 搞了 哎呦 把诸葛连弩换了 那也行 曹瑞实在是太硬了 不服不行 最后 我们触逃着 搞掉了他的七把刀 虽然咱也没有什么防御 但搞掉了 终于不搞掉好 不搞掉的话 他一杀是凉血 这是因为我们是满血状况下 好 关羽可以杀两下 我们已经快死了 但咱们死保 这个铁锁连环 跟这个火杀 这是我们赢的唯一希望 所以拼点的时候 咱们并没有用这个Q点的铁锁连环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想赢 只能搏一把 正好搏对了 曹瑞断杀了 如果曹瑞不断杀 我们就已经挂了 咱这个铁锁连环 是这个留在手上 是没有办法的 好 在一个九杀 咱们把这个蓝蛮怒心 也制衡掉了 即使杀了曹瑞 留个蓝蛮 也是没有意义的 关羽是肯定不怕蓝蛮怒心的 A等是非常的幸运 关羽没有酒和桃 直接就死了 我们在绝境的情况下 我说过 优势要闻烈士就要一赢 是吧 我们在烈士的时候 就一赢曹瑞断杀 然后亮出他的菊花 我们的铁锁 加鼠银杀 再摸一口酒 直接带飞 这些一赢 全部变成了现实 好 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后面看看三国 好 这回砍三国 咱们接着上期 砍曹坯三路伐吾的事情 上一回砍到 在这一路 洞口 这一路过越江攻徐岭 曹修是占到了大便宜 因为旅贩那边 被大风吹了 把很多船吹过去 折损了不少人马 这逼着贺琪 从他这一块的房区 跑到上面 这边去帮旅贩了 才稳住了正脚 但贺琪这一罗开 大家看到贺琪的房区 是从南京一直到安庆 这一块 他走了之后 这边曹人就激动了 是吧 曹人 这个旅贩 这边是在11月份的时候 跟曹修堆了一仗 这个损失惨重 曹人一直到 第二年三月份的时候 才对这个如虚港 发动了进攻 很显然 他应该就是等贺琪 被调过去了 想抓住这个空挡 是吧 好 曹人这个进攻 他一开始玩了一招 声东击西 他让蒋济去进攻 如虚东边三十里的 一个叫县西的位置 然后这样的话 分散了朱环的兵力 这个朱环 马上派人去保护县西 结果曹人直接大军 扑向了这个如虚港 好 这里我们需要用 这个这种地图 才能看得清楚 这个如虚港的情况 好 大家看到 这个小地方 就是我们传说中的 如虚的中洲了 如怀的中洲巨天人 这个典故 就这么来的 这个中洲小岛 非要在Google map的 这种模式下 才能看得见 卫星图才看得见 大家看 如果我们不点卫星图 这里这个小岛就没了 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个bug 是吧 好 朝人在趁着朱环的兵 被调走了时候 开始直扑如虚屋 大家知道 这个线西只有30里 30里是个很短的距离 朱环派人去通知 去线西的兵马回来 这一来一回 顶多两天 就这个了不起了 是吧 在这两天的这个时间 要攻下这个如虚港 是非常难的 古时候攻城非常的困难 我们记得这个诸葛亮 以这个几万兵 兵马攻一个千把人的 这个陈仓城都二十几天 没有攻下 朝人想三天攻下这个朱环的 这个陈如虚屋 是非常困难的 是吧 所以说这个朱环 本来就不应该担心 朱环的这个传记里 写的这个情况多么的危急 这也应该只是炫了 朱环的英勇无敌而已 朱环只要守住三天 他去线西的兵就可以回来了 所以朝人是不能稳扎稳打的 他所以做出了偷袭中州的决定 这个小岛上 朱环那些士兵的家属都在这个小岛 把这个小岛拿起来 那就好办了 直接就会击垮这些如需守军的信心 是吧 但是要进入这个小岛 里得有水军 里得有船 这种搞法是很不利的 北方的军马水战是非常吃亏的 原因 待会就向你揭示了 所以讲记就劝朝人不要这么干 朝人不听还是这么干了 结果他派长雕王霜呈游船攻击 被朱环的手下颜贵跟骆统斩杀了 损失了千码人 当然这千码人可能要除以十 那时候的破敌文书都是以一当十的 也没有损失太多 但总之你偷袭是失败了 同时让自己的儿子进攻 卢须也没有攻下来 是吧 我说过守城是不需要很多兵马的 同时打败这些 这几个游船偷袭的 这个这个长雕王霜 也是不需要很多兵马的 为啥呢 游船是什么玩意 游船就是牛皮阀呀 给大家看看 牛皮阀就大概是这种玩意 是吧 这种玩意 你怎么跟东吴的蒙冲斗剑比 大家看看这就是蒙冲 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大家这些华奖的人 都是有很好的保护的 比牛皮阀上的士兵是要安全的多 他们是躲在里面挖他的奖 蒙冲的优势就是在于速度比较快 这个华的人是很有安全有保障的 然后上面一排 这帮人是躲在上面射箭 用毛刺的 所以说战斗力是非常强 打这些牛皮阀是小菜一碟 斗剑是什么玩意 斗剑就更屌了 是这样的 这上面船上面直接有墙 很多士兵就可以一墙 又可以防守 又可以进攻 然后同时这个下面 这还是挺深的 这下面还有一个槽子 是给华奖的这些士兵在的 可以看出来蒙冲斗剑这种级别的 战斗力跟刘皮阀的这种战斗力 打了根本就不需要多少人马 你直接冲过去 刘皮阀都是成片的 都会被撞翻的 可见这是在 为什么魏国兵力 国力占了这么多优势 就是无法拿下无骨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给大家看一看 魏国为什么就造不出蒙冲斗剑 你魏国造了出来 但是他没法把它搞到长江里面去 因为这个长江这条沿线是东吴的势力范围 然后魏国占领的是淮河的这个沿线 是吧 淮河的那个时候 淮河路长江的口水道是比较狭窄的 后面曹皮又想从那个淮河进攻 他也造了很多大船 但是过不来呀 因为这个水道狭窄 又是冬天水结了冰 结果那些船进不能进退不能退 曹皮差点准备把船给烧了 是吧 幸归那个蒋冀挖了 那个挖通了 开凿了这个人工的一些渠道 才把这个船运回怀河期了 所以说大船根本就进不了长江流域 魏国在水上面根本就无法与吴国争衡 大家记住上一次我讲攻击徐林的时候 是让张霸带着一万人撑五百艘轻船来进攻的 那时候魏国只能用小船来进攻这个长江 这个轻船或者是牛皮筏这种东西 跟这个蒙冲斗剑完全是不在一个档次的 这就是为什么吴国能够坚持这么久 同时南方政权要想偏安 一定要让这个长江上游的这个四川 要控制在他们手里 不控制在他们手里 也要控制在盟友手里 这为什么后来司马延的时候 西晋很容易就把东吴给灭掉了 孙浩很容易就被司马延拿下了 因为那个时候四川已经 这个蜀国已经被灭掉了 这个长江上游都被这个晋国占领了 是吧所以王骏直接就在长江上游 造这个大船 这个也造了一堆蒙冲斗剑 顺流而下顺江而下 那个孙浩就扛不住了 那这个时候蜀国跟吴国还并不是盟友 刚刚掐了一架 这个在魏国出兵之后 这个另外这三路我曾经介绍过 大家发现没有陆逊的名字 是吧这边 这个这一路什么吕范 这个徐胜 这类的人 这一路是朱桓 然后这个贺奇 是吧 然后第三路在这个位置 这边洞湖这边派的是 诸葛景潘章和杨灿孙胜 为什么没有陆逊呢 陆逊应该在怡林这里防备刘备 因为他们刚掐了一架 说为这个五蜀 现在还不是盟友 刘备得防着 在潮坯出兵了 刘备马上就写了一封信给陆逊 说你看我现在在出兵打理怎么样 刘备就在这白地城 是吧 那个陆逊知道刘备只是bluff 所以果断不怂啊 你不要跟我在这里说大话 你少吓唬人 我又不是厦门大学毕业的啊 你刚刚你已经被我打成这个惨样了 你还在这里叫唤 有本事你就过来 我不介意再给你上一课 是吧 当然这是五国方面的记录啊 陆逊那是流逼到天上了 在蜀国方面的记录是这个 孙权听说刘备囤在这个白地城啊 虽然败了还在这白地城守着 孙权是吓料了 赶紧派使者跟刘备重修救好 因为他不想两面受敌 是吧 但不管怎么说 我那个蜀国并没有在这个时候去捅吴国刀子 后面吴蜀又重新结盟了 所以长江上游 依然对孙权来说是安全的啊 所以这个潮坯是很难在水上面取得成绩的啊 好 今天先砍到这里 明天我们继续砍第三路 降临我们的朱兰胆首无双的故事